那麼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防堵疫情 擴散到社區 指揮中心 昨天是發布了 一百一十萬封的細胞簡訊 希望曾經和確診者足跡 有重疊的民眾趕快來做篩檢 結果現在就導致這個急診 是人潮真的是大爆滿 有急診科的朱元醫師 在臉書PO文說 看到各家醫院的急診夥伴們 都在哀嚎 不過今天呢 在桃園的中路公園 是特別加開了篩檢時段 來幫忙緩衝醫院人潮 不過也要提醒您 要是有這個收到簡訊的民眾 才能來篩檢 一大早民眾排隊來到篩檢站 因為有機師 爆出突破性感染個案 針對確診足跡指揮中心四號 發出臺灣規模最大的 一百一十萬封細胞簡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雖然發了這麼多的簡訊 那但是他主要是希望有症狀 那麼才做 採檢 臺灣市長鄭文燦記者會上特別提醒 因為有急診科住院醫師在臉書上發文說 當天下午政府細胞簡訊一發出 就開始在社群網路上看到各家醫院急診夥伴們的愛好 尤其是沒有症狀者隨便跑到醫院 反而可能會造成群聚感染的破口 但民眾會摔爆急診室也不是沒有原因 就擔心一個不小心和確診者足跡重疊 不只自己確診 可能連帶傳染給家人 所以民眾一收到檢訊 就立刻前往桃園中路運動公園篩檢站 我們昨天的急診增加一倍以上 今天算是個增加的一個場次 社區採檢站分別是在桃園的中路運動公園 以及中路的以及中立的中正公園 那昨天人比較多一點 那今天已經人流算是蠻順暢的 如今加開篩檢時段就是期盼能幫忙緩衝醫院篩檢人潮 也是讓民眾可以安心篩檢 不過這回因為一封檢訊瞬間讓疫情再度升溫 也讓期盼許久的降級解封似乎又有了變數 突破性感染案例 目前國內已經達到41例 其中11人染上Delta病毒 加上近來國籍航空機組人員連續遭到了突破 前機關局長蘇毅仁認為 面對這樣的變異株 各家疫苗的保護力都下降 臺灣現在還在衝第一劑的覆蓋率 恐怕是拿人民健康做賭注 打上這一針可不是金鐘兆 臺灣疫苗仍然不能放鬆 突破性感染案例平全 目前國內已經達到41例 當中有10億人就是染上Delta變種病毒 甚至在長榮航空五天內 就有三名機師是突破性感染 案例疫苗打了以後 可能它的突破性感染的機會是15到35% 那一劑疫苗的話就是會 七八十%再減掉10到30% 疫苗接種人口含蓋率超過43% 面對Delta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即使打滿兩劑也難逃 突破性感染 前機關局長蘇毅仁也呼籲 儘快提高第二劑疫苗覆蓋率 在國外已經打了第二第三劑 臺灣還在充第一劑覆蓋率 恐怕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專家點出年幾前衝高第一劑疫苗覆蓋率到六全 疫苗政策太冒險就怕萬一守不住 變種病毒進到臺灣社區高風雪族群的第二劑疫苗 應該盡快追上來 才能減少重症和死亡 我們即使有了看體 但是你如果接觸到太大量病毒的時候 還是會得到那個所謂的穿透性感染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更提出 一旦出現社區10人以上群聚 或是兩波以上群聚 就要考慮分區警戒升級 畢竟面對變種病毒勢必得更加提高警覺 在打通了這複月 一旦的流動 特約 旦龍 太生猶年 那是 派遵 很難